上期跟我们讲到的进程和进程这样的通信用的是信号量 那么这里边的进程我们要前调一下 这个进程不是用户空间的进程 它其实指的是驱动里边的进程上下文代码 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分代码 其实是用户空间的open行数 调导驱动里边的testopen 然后去执行这部分代码的 所以这部分代码其实是代表用户空间的open行数去执行的 所以这些代码它的运行环境就是上下文 就是进程上下文 包括驱动里边的这些open行数 read行数read行数等等 那么这些行数它的一个执行环境都是进程上下文 所以这里边我们强调说进程和进程中间的通信用的是信号量 我们指的就是说内核里边进程上下文代码和进程上下文代码这样同步 用的是信号量 所以它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知道Links内核里边除了有进程上下文代码这部分代码之外 它还有别的代码 比如说中断 比如说中断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的讲解 我们使用中断的时候 我们会注册一个中断处理行数 那么在这个中断处理行数里边 会完成我们相应的一些代码 当时我们也讲过 那么中断处理行数 它这个执行环境是处于一个中断上下文的 那么你在中断处理行数里边 你是不能够睡眠 不能够把自己交度出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中断上下文代码和进程上下文代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当时呢我们在内核里边呢 又必然会涉及到进程上下文和中断上下文之间的代码同步 那么这个同步怎么做呢 那么这个就需要使用我们今天讲的那种方式叫自选锁 叫自选锁 那么这个自选锁呢 跟我们的信号 信号量呢是目的都是一样的 当时呢 它的这个方式呢 是不一样 因为进程跟进程是这样的 用信号量 当时呢 中断里边是没有办法睡眠的 所以呢 你的进程和中断里边的这个护制机制呢 就必然不能够使用之前讲过的信号量 那么就必须使用我们新的方式叫自选锁 零死内核里边除了进程上下文和中断上下文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环境的代码 那么这些环境代码呢 我们也可以用自选锁呢 来得到解决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重点呢 就是讲解零死内核里边的新的一个同步机制 叫做自选锁 那么自选锁呢 它最多只能被一个内核任务持有 这个呢 跟我们上几个讲的信号量呢 是稍有差别的 我们上几个讲的信号量呢 它这个资源数呢 是可以去初始化的 是可以去设定的 只是说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为一 那么设置为一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护制信号量 对于护制信号量来讲呢 就是说你占有了 那么我就 我就得不到 那么我得不到呢 我就会等 一直等 就睡眠 直到你把这个信号量释放以后 我才能够得到它 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自选锁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那么它呢 最多只能够被一个内核任务持有 这个内核任务可以是进程 也可以是中断等等 要是这个锁呢 没有被持有 就是说还没有被人占有 那么请求它的内核任务呢 就可以立刻得到它 并继续持续 那么这个呢 跟我们的信号量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内核任务试图请求一个 已经被别的内核任务持有的自选锁 那么这个CPU呢 就会一直进行瞒循环 瞒循环旋转等待锁 重新可用 这里边意思是说 假如说这个锁被占有呢 那么请求这个锁的这个代码 它锁的CPU呢 就会一直进行一个瞒循环旋转等待锁 重新可用 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系统呢 是有开销的 因为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CPU呢 它会一直空转 所以使用自选锁呢 我们的 对我们的系统呢 是有开销的 正是因为如此 那么这个自选锁呢 你一定要把它使用在刀刃上 你不能随便的去使用这个东西 那么自选锁的使用方法呢 也很简单 像是找到临界去代码 然后呢 你去加锁 然后呢 去解锁 那么对于自选锁的初始化呢 也很简单 这里边呢 它是用一个spinlog 下回向t 这样一个结构体能来表示一个自选锁 自选锁 你的初始化呢 可以在定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给它初始化 然后呢 也可以在运行的时候呢 用spinlog nit呢 来初始化 得到自选锁呢 就用spinlog 释放自选锁呢 就用spin unlock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对比我们之前的信号两来学习 那么这里边尽管自选锁呢 可以保证临界区不受别的执行单元的打扰 因为我们这里边我们看到了 假如说我这个锁我占有了 然后呢 我会执行临界区代码 假如说另一个任务 那么它呢 去获得我的这个锁呢 那么它呢 就会不停的忙的 不停的忙的 直到我这里边的代码执行完成以后 我把它unlock 然后这边的任务呢 它才能够去得到这个锁 进而呢 去执行后续的代码 尽管自选锁呢 它可以保证临界区不受别的执行单元的打扰 但是呢 得到锁的代码在执行临界区的时候 还是可能会受到本地中断的影响 在我们内核里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硬件中断呢 是一种异步机制 什么叫异步机制呢 就是说它随时都可能产生 刚讲过了 第三种方式 进程和中断代码 硬件中断代码是什么时候 只要底层的中断产生 那么都会打断当前代码去执行 怎么执行它的中断处理程序的 所以 假如说你的一个进程 你跟这个硬件中断去共享资源 那么你必须要考虑到硬件中断的影响 假如说一个进程你访问这个临界区的时候 你不想让中断打断 那么你必须要把中断禁止掉 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影响呢 那么这里边呢 就列出了一些spinlock的一些延伸行数 包括spinlock IQ-seal 那么这个IQ-seal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在获得自选锁之前呢 禁止本地中断 之前的中断状态呢 保存在这个flag里边 所以其实它的就是说 在枷锁之前呢 先把本地中断禁止掉 并且呢 把这个中断的状态呢 保存在这个flag里边 正是因为这个枷锁呢 它会保存中断状态 并且会禁止中断 所以它的解锁行数呢 也很特别 它的解锁行数呢 是spin, unlock, iQ, restore 这个呢 就是做相反的动作 将把锁解开 然后呢 使能中断 然后呢 把这个只能恢复到中断的 一个状态寄存器里边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 就是实现了我们的这一点 什么这一点 因为假如因为中断 我们刚讲过了 这个中断呢 它是一种异步机制 它任何时候都会产生 所以这个行数呢 就能够达到我们这里边的 这个目的 进程和中断代码 那个同步 那么还有一些 别的延伸行数 这个 那么这个呢 它只是 保存 禁止本地中断 但是不会保存本地的状态 不会保存状态 那么这个呢 跟这个呢 大家对比学习 这个呢 会保存状态 中断状态 这个呢 就不会保存中断状态 这个呢 是获得自行做之前的 禁止软中断 允许硬件中断 因为其实在64内核里边 优先级最高的是 硬件中断 然后呢 是软件中断 硬件中断呢 只要底层的硬件产生 它都会 都会打断当前的代码 然后去执行硬件的一个 中断处理程序 那么对于软中断来讲呢 它的优先级呢 是比这个硬件中断低 但是呢 要比别的进程上下文的程序呢 要高很多 那么对于软件中断呢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处理程序 那么在这个软件中断 产生的时候呢 产生的时候呢 就会执行它的一个中断 它的软中断的一个处理程序 所以它也是会打断 当前的进程上下文的代码 所以假如说 你的一个进程上下文代码 你要跟软中断里边的代码 要去做同步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要 把软中断禁止掉 这样的话呢 你在进程上下文里边 去访问林界区代码的时候呢 你才不会被打断 这些呢 是相应的一个释放行数 这个呢 是最简单的一个unlock 这个呢 是针对的是我们的 AQC5 那么这个呢 也是分别 分别对应我们这里边的 这几种延伸函数 好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自选锁的使用案例 我这里边呢 是挑了一个 挑了一个 驱动 那么在这个驱动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cpclose 这个呢 是一个cpclose 那么这个cpclose里边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 它用了一个自选锁 它有个自选锁 并且呢 这两个自选锁呢 它中间的代码呢 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的林界区代码 那么林界区代码有了 那么这里边的共享资源是什么呢 那么这里边的共享资源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看一下另一部分 跟它进行一个 同步的另一部代码在哪里 另一部代码呢 在cpinterrupt 那么这个cpinterrupt呢 这个cpinterrupt呢 它是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边呢 我们又看到了这个spinlock 那么锁的呢 也是这个锁 这个锁 那么这个锁中间呢 我们看到了 它有操作什么呢 有操作这个cp这样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在这个中断处理程序里边呢 我们会操作cp这个结构体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cpclose 在这个cpclose 这个行数里边呢 我们也会去操作这个cp这样一个结构体 这样一个结构体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因为中断处理程序呢 它是异步的 怎么呢 我们有可能 在它访问这个结构体的同时呢 那么被中断打断 那么被中断打断呢 那么我们就会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边呢 因为我们刚看到了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边 也会去 也会去访问 或者说修改这个结构体 这样的话呢 就会导致 这个 这个里边代码 还没有被执行 就这个部分 对这个共享资源的这个访问 还没有完全访问完成 就被打断了 这样的话呢 就会导致一个什么 就会导致我们这里边讲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 这里边的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呢 在于说 这个进程呢 它对这个共享资源的访问呢 它不是完整的 它被打断了 所以导致我们的程序呢 它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 在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了 其实这个 这种情况呢 跟我们这里边的情况是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说 我们这个cpclose 它呢是一个在一个进程上下文的代码 而这个cpintrop呢 它是一个中断上下文的代码 那么这里边的代码呢 它都会访问到这个共享资源 这个共享资源 所以 针对共享资源的访问呢 它就会出现护士的问题 护士的问题 那么出现护士的问题 以后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些 把这段临界区呢 用一个锁保护起来 用什么锁呢 很想让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中断了 所以我们只能用自选锁 只能用自选锁 那么这个自选锁 为什么我们这里边有spinlock iqsave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跟这段代码 去竞争的代码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边 那么中断处理程序呢 它是位于一个中断上下文的 那部分代码呢 是随时会发生的 所以你要想 想让这部分代码在 这个零件区代码不被打断呢 那么你就必须要在零件区进入之前呢 把这个中断的禁掉 中断禁掉以后呢 那么硬件中断就不会产生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我们这个零件区呢 被中断上下文的代码呢 打断它 所以这里边呢 你就必须要用spinlock iqsave 而在这个 而在这个cpinterrupt这个行数里边呢 我们看到了 它是 它这个代码呢 是在中断处理程序里边 所以呢 它是中断上下文代码 那么对于中断上下文代码呢 跟它竞争的代码呢 其实是位于cpclose 那么cpclose呢 是一个进程上下文 那么因为进程上下 进程 进程它永远不可能打断中断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只要做好 他们之间的一个锁同步就好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里边使用的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以后呢 也可以在内核代码里边呢 去找这部分相关的一些代码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自选锁呢 它其实上是一个满等待 当这个锁不可用的时候呢 那么cpu呢 一直会循环的去执行测试 并且设置该锁 直到可以取得这个锁 cpu在等待自选锁 的时候呢 不做任何有用的工作 只仅仅是等待 因此呢 它呢 是有开 系统是有开销的 并且这个等待时间呢 你要不能太长 你要太长的话呢 那么系统开锁呢 就会很大 就会影响系统的调度 只有在帐用 帐用锁的时间 极短的情况下呢 使用自选锁才是合理的 当临界区很大 或者有共享设备的时候呢 需要较长时间的帐用锁 使用自选锁呢 就会降低系统的性能 自选锁呢 它有可能 导致系统死锁 引发这个问题的情况呢 是帝规使用一个自选锁 就是说 你已经占有了一个自选锁 然后呢 你再次占有一个自选锁 这样呢 就会导致系统死锁 那么系统死锁以后呢 那么这个cpu呢 就会 就cpu呢 就会死掉 比如说 你这里边spinlog它 得到这个锁以后呢 假如说你再次掉用一次spinlog它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造成一个死锁 因为你已经得到这个锁了 那么你再去 再去获到这个锁 这样的话呢 这个当相cpu呢 就会去循环等待 也基于同样的道理呢 你在获得自选锁以后呢 你就不能去阻塞了 因为我们上这里边讲过了 在帐有锁的时间呢 要很短的情况下 使用自选锁才是合理的 假如说你在帐有自选锁的时候呢 你要去帐有信号量 那么有可能 因为信号量是有可能会睡眠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使用呢 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所以这里边我们总结一下 自选锁的使用呢 第一个是不可以长期加锁 你应该短期加锁 第二个呢 它会有系统开销 因为自选锁 它拿不到锁以后呢 它会 cpu呢会瞒的 所以呢 它会有系统开销 所以你不能浪用 你必须呢 要根据实际情况的 去小心的使用这个自选锁 然后呢 在持有自选锁的同时呢 不能够使用信号量 我们刚刚讲过了 持有自选锁的代码呢 你要尽快的去执行完 把这个锁释放掉 所以你假如你持有信号量 因为信号量是有可能睡眠的 假如信号量睡眠了 那么你持有自选锁的时候 那么你的代码执行时间呢 就长了 这样的话呢 就会导致系统的开销加大 第四个呢 是持有自选锁的同时呢 不能够再二次持有它 这里边呢就是死锁 你持有自选锁以后呢 你再次持有它 因为你第二次持有的时候呢 你肯定拿不到它 拿不到它呢 那么CPU呢就会不停的忙的 不停的忙的 那么系统的表现呢 就是死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使用自选锁的例子 呃 其实我们上面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边的话 是用信号量解决了 那么使用信号量呢 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最好的解决方式 呃 当时呢这里边呢 你假如说你用自选锁呢 也是可以实现的 当时呢 自选锁的开销呢 它比信号量呢 要大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要谨慎使用 我这里边呢 只是用来重点来讲解 这个自选锁的使用方式 并不代表说 这里边使用自选锁是最好的 我刚讲过了 在进程和进程之间呢 它的护士呢 用信号量是最好的 我这里边使用自选锁呢 也OK 但是呢这个不是最佳的方式 因为自选锁是有开销的 假如说是进程跟进程之间的护士呢 你尽量去用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信号量 好 那么这个自选锁怎么来使用呢 同样呢 它跟信号量 大家可以根据信号量呢 来跟它对比学习哈 一个信号量呢 它是一个spinlog下滑向T 那么你呢 先要定义一个spinlogT 这样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 你要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来把它做初始化 那么这个spinlogNit呢 就需要以这个刚刚定义的这个自选锁呢 为仓数 那么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你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就可以去加锁或者解锁 那么你呢 可以在这里边呢 加锁 然后呢 处理完以后呢 连进去处理完以后呢 把它解锁 这里边 这里边假如说 你这个进程呢 去执行spinlog 得到这个锁以后呢 因为你是第一次嘛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锁 得到这个锁以后呢 你就会执行这里边的临界去代码 假如说你在执行这个临界去代码的同时呢 另一个进程呢 它也掉到这里边的 那么另一个进程呢 它就会掉用spinlog 那么它掉spinlog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锁呢 已经被占用了 那么它呢 就会在这个地方呢 空中 什么都不做 然后呢 等到这个进程 第一个进程呢 它把这部分代码 直接完成以后呢 它把这个锁释放以后 那么第二个进程呢 它才能够 得到这个锁 进而呢 会执行这部分的临界去代码 所以通过这个自占所呢 同样的也可以实现呢 也可以实现临界去代码的一个互制访问 就是说共享资源的互制访问 所以他们呢 其实是熟途同归 但是呢 他们的使用环境不一样 所以大家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注意 具体来讲呢 就是这样的 进程跟进程中间呢 那么它呢 它的护制呢 肯定是用信号量的 那么进程跟别的方式之间呢 就是说进程跟中断呢 那么它里边呢 肯定是用自占锁的 那么中断跟别的部分呢 只要涉及到中断 那么必然呢 用自占锁来实现 所以大家只要记好了这三个情形 并且呢 清楚的了解我们的信号量跟自占锁的使用注意呢 那么相信大家呢 以后可以就可以精确或者是准确的使用这两种同步方式 好 那么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原子操作 在零死内核里边呢 原子操作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原子整数操作 包括什么呢 包括整数的加法操作 减法操作等等 第二类呢 是原子未操作 包括把某一位置零 把某一位置一等等 那么为什么要在内核里边提供这两这些操作行数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内核里边一个I加加正 I加加这样操作呢 其实在底层呢 是分为三个C2指令的 第一个呢 他首先要获得I的值 比如说为7 第二步呢 他把7加1等于8变成8 第三步呢 把8这个值呢 写回到I 写回到I 那么这样的话呢 问题就来了 因为在内核里边呢 他会有很多不同的代码呢 他会去去同时呢 操作一个变量 那么他同时去操作一个变量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操作过程呢 他是分为这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所以呢 不同的进程去操作这个I这个值的时候呢 就会碰到我们这个本节课的开始呢 碰到的这里同步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同步问题的根源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进程访问这个共享资源的时候呢 我们访问是不完整的 就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执行到第一步呢 就被打断了 或者说我们执行到第二步呢 就会就被别的进程打断执行了 所以内核里边呢 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原子操作 包括原子的加法操作 原子减法操作 有了另内核里边提供的这些原子的 比如说有了内核里边提供的原子的加法操作呢 那么这三条指令呢 就会变成一条指令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同步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内核里边的原子整核操作 它在哪里定义 它呢是在这个投文件里面定义 这里边呢 每个体系都有一个这样的文件 我们呢是ARC ARM 这里边呢就定义了我们的一个原子的一个加法操作 减法操作 加法操作 减法操作等等 所以其实内核里边呢 其实就是根据一些汇编指令的来把这三条指令呢 把它缩成一条指令 而且不同的体系呢 它的底层指令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体系呢都要根据它自己的一个指令集呢 实现它的这个原子操作减数 这个呢是原子加操作 那么这个原子加操作怎么来使用呢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呢 你初始化一个这样一个值 这样一个值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就表示说我初始化这个值 并且呢这个值呢是4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指令呢 为这个4加1 那么就变成了6 但是呢 这个指令呢 它是原子的一个 它是一个原子操作 那么这条指令呢 它最终呢是一条CPU指令来实现的 所以呢 就避免了我们的一个同步的问题 这个呢是我们的原子整数操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原子的一个未操作 原子的未操作呢 它也是类似的 它呢是在这个文件里边 这个文件里边 这个文件里边呢 它也是不同的体系 都有一个这样的文件 我们是ARM 所以我们进到这里边来看 所以这里边你看 设置某一位 清除某一位 改变某一位 然后设置 也是测试并设置某一位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它都是使用一些原子操作来完成的 那么使用原子操作以后呢 那么这些指令的话呢 就会翻译成一条CPU指令去完成 同样的话呢 它也就可以避免了这个同步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同步机制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